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麒麟9000S来的比大家想得更早,而且CPU和GPU都是自研的,并且达到了骁龙888的效能和能效表现,只要优化到位了。 同时散热堆料猛一点,可用性上面还是没有问题的,而且对于手机SoC来说,ISP、NPU、数据机等部分也很忠于,而麒麟9000S的ISP、NPU和数据机也是自研的。 这就意味着华为在晶片设计上面的实力仍然保持住了,这自然是值得肯定的地方。 鉴于许多人的询问和关心,近日有人放出了部分初步测试结果。 机型为华为Mate60 Pro 12加512G版本,详细展示了麒麟9000S使用的TSV-NEW V架构的技术细节。 规格方面,麒麟9000S的中和相较大核有一定程度的阉割降级。 主要集中于最大频率,L2开始容量,浮点流水线规模,乱虚对列规模方面。 以下数据为初步Probe结果,在手动吸测后会有所变动,请注意。 从频率上来看,中和最大频率为2000MHz,大核最大频率为2.61MHz。 从主流水线宽度上来看,大核中核是一致的,它们大概率是同源V架构。 整个海斯V架构家族没有使用Mobcache的迹象,至少Mobcache没有被用于提升公尺带宽。 从执行单元规格上来看,中和阉割了浮点侧规格,属于意料之中。 TSV-NU展现出了与前作TSV110完全不同的单元配置,整数侧ALU帽单元有所增长,浮点侧的宽度大幅增加,延迟大幅降低。 TSV-NU也与A78完全不同,其AGU风格为Intel式的Load Store全分离,而非Arm惯用的组合式。 从Cache规格上来看,中和缩小L2容量,情理之中。 麒麟9000S的L3容量过小时一大遗憾,会严重影响整数侧的效能表现,限制了TSV-NU发挥其全部潜力。 从乱虚对列规模上来看,中和有所缩减。 不过,TSV-NU相较前代有了大幅增长,规模更接近Cortex-X系列。 不过,较为遗憾的是,TSV-110上Coreless ROB的设计巧思似乎没有延续。 LDQ与STQ容量均未减去相关发射对列容量。 ISQ容量测试时,默认使用了非Intel风格的Probe模式。 值得注意的是,TSV-NU的LDQ容量大的惊人,可能使用了什么特殊的优化,提升了等效容量。 效能测试方面,使用SPEC-17、CoreMark以及Violator对处理器进行测试。 总体而言,中和相较大和效能衰减较大,但是这主要来自于频率的大幅下降。 倘若计算,IPC效能会发现中和的缩水较为有限。 尽管频率处于劣势,但是中和仍然在总效能中超越了前代产品TSV-110。 如果有更好的下级Memory System支持,中和恐怕也能够超越全规格的TSV-110。 尽管受限于有限的Memory System规格,TSV-NU仍然保持着对A78的效能优势,这让人更为期待可能的满写版本了。 CoreMark测试,作为是一款嵌入式基准测试程式,其受下级Cache子系统、记忆体等的影响极小。 主要考察和内流水线,以及LECache的效能表现。 TSV-NU成功迈入了九分大关,符合对一款现代六发射处理器的基本期待。 但是时至2023年,这样的成绩算不上优秀。 六发射的上限远不止于此,期待后续产品的迭代。 仿真大规模设计的Viralator测试则恰恰相反。 海量的分支、语数、Megabytes的代码足迹能够轻松压垮、iCache、BTB等组件,导致巨大的效能下降。 由于手机环境的限制,完整仿真环境中的部分组件无法运行。 裁切部分组件并削减仿真规模后得到了Viralator下滑线Light测试。 TSV-110表现过差,不予展示。 TSV-6在前端公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 这是部分伺服器负载十分看重的效能指标,因此对于可能的昆蓬930十分重要。 尽管频率极低,TSV-6仍然能保持与ARM公版最新的产品接近的成绩。 可以预计,倘若配备了两颗2.8千MHz的TSV-6,在Viralator中,它们的表现将超过A715。 超线程、SMT方面,在OBEN2中虽然可以调用额外的线程号,但是从Core-to-Core Latency的测试来看,并没有超线程迹象。 这里有两种可能,测试者使用的OBEN2中的API没有真正成功绑定8-11号核,导致仍然在0-7号核上执行,致使没有观测到Sibling核间超低的脏数据交换延迟。 因此,只能等待其他厂商真正适配SMT了。 TSV-NEW使用了特殊的设计,保证了Sibling线程间更强的数据一致性,使得所有数据交换都下探到了L3层级。 总体来看,根据极客湾的测试数据,麒麟9000S的CPU单核效能落后骁龙7、Plus Gen2大约20%,CPU多核效能二者相当。 GPU方面,效龙7、Plus Gen2也具有更好的效能,并且在CPU和GPU能效上面,效龙7、Plus Gen2都要强于麒麟9000S,所以光说CPU和GPU效能,麒麟9000S的确不是那么让人满意。 而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还是麒麟9000S的工艺不够给力,如果也给麒麟9000S用上台积电的4nm工艺,麒麟9000S的CPU频率就不可能限制在2.62千兆赫兹,去到3千兆赫兹以上,肯定是没有压力的。 这将可以大大缩小,其和效龙7、Plus Gen2的效能差距,能效上面的表现也会好很多。 因此,对于麒麟9000S的效能落后对方这个事情,并没有什么难以接受的。 因为这个结果属于意料之中,实际上,麒麟9000S能够有这次的表现算是超出预期了。 毕竟当初大家都觉得麒麟晶片不会那么快地回归,而且就算回归了,其可用性会大大折扣。 因此,光说晶片本身,麒麟9000S的确没有太多可以吹嘘的地方,但是麒麟9000S出现的背后,那就有不少可以吹嘘的地方了。 卫星双向通话与集成式数据机,这也是很多人愿意去为麒麟9000S买单的原因。 购买建议,还是最好量力而行,五六千元人民币起步的机器真的不便宜,经济能力强的倒也无所谓。 如果经济能力没有那么强,就算要支持,也可以等后面搭载麒麟晶片的中低阶手机出来了,再支持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